东伊运是联合国安理会列明的恐怖活动组织 全称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 又称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 也称土厥斯坦伊斯兰党 是东突恐怖势力中最具危害性的恐怖活动组织之一 2002年联合国安理会1267委员会对其列明制裁 2003年我国认定并公布其为恐怖活动组织 该组织部成立以来 在新疆地区指挥实施了 乌鲁木齐火车站430暴力恐怖袭击案 卡什730731暴力恐怖袭击案 和田墨玉1214暴力恐怖杀人案 等数百起暴行案事件 造成重大人员上网和财产损失 联合国安理会2002年列明制裁东一运时 美国是列明共体股 在东一运恐怖活动依然十分猖獗的情况下 美有关政客撤销东一运恐怖组织认定 是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的右翼表现 实质是为虎作仓 坚决反对在反恐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 反对以民族宗教人权等借口动容支持恐怖活动 我们将与国际社会一道 一如既往坚决打击东一运等恐怖势力 全力维护国家和国际地区的和平安营